台灣南投縣水壩涉及沖走露營人士的意外 當局找回最後一個失蹤者的遺體 搜救人員繼續陸空搜救 早上8時多,在一線天附近 距離市主窄營地點大約11公里外的河床 發現最後一個男性遺體由直升機運走 今次意外的死者增加至4人 台電初步調查後,相信是電纜絕原體老化 令到水電廠的水壩閘門昨天凌晨兩度異常開啟 一個值班人員涉嫌過失致死 接受查問後,准以10萬元新台幣保釋